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六萬大獎 花雪山男子走進營樓內 左看右看洋裝要買項鍊 雷是看了好幾條都不滿意 等到老闆準備彎腰再找其他物件時 男子突然伸手一把搶走 放在桌上的二十幾輛黃金 男子犯案後拔腿就跑 過程還把椅子弄倒 早搶的營樓就在五谷區 而他行搶的過程 多個角度拍得清清楚楚 男子搶走的金項鍊 市價高達九十萬元 警方一眼就認出 他是有多項前科的履性嫌犯 九號下午在汽車旅館逮人 但他和女友當時只剩下五千元現金 男子功稱缺錢才行搶 而得手的金項鍊拿去了 警方將繼續追查 SNG小組新北市報道